政府无人 害死港人 政府无人 港民怒火再度被点燃 这回不是反送中 而是不满港府打算在18个区设置指定诊所 收治发烧病人 反对南台伤疫症 而这波反指定诊所的抗议 港警全程赛庞戒备 从15号开始就陆续有民众 上街头抗议 甚至堆杂物挡路 这帮警察一度喷洒胡椒喷雾 民众大动作抗议 就是担心武汉肺炎持续失控 之前爆发社区感染的 长康村康美楼 同大楼有四人确诊 港府紧急隔离整栋101人 五天后确定没感染 住户才能回家 打电话就有很多 就是任你选择东西吃就有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家里面就吃碗粉 有没有读书啊 没有啊 真的301支瓶滑水堵下去 我一见这水有不对路 我就堵 我怕死 由于专家不排除病毒 透过消化管线传播 因此港府特地将住户的管线 一律加强整修 也让住户安心 但指定诊所的争议却无法消除 十下凌晨三点 一间在全湾被列为指定诊所的医院 一周内两次被丢职汽油弹纵火 防疫和民意之间 就看港府如何拿捏 东森新闻大会中心综合报道